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1月29号为您和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 聚焦两岸参与全球反恐行动的机会与挑战 下半场只要带您关注台湾媒体的新买家 是不是真的有解放军的背景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 严建发严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 东宁 沈先生 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资深媒体评论员沈彤先生 沈先生曾经担任中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 节目主持人也曾经在中视主持电视节目 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沈先生 欢迎您 东宁博弈好 严教授好 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 在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时候 公开点名台湾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盟友 伊斯兰国随即发表一支网路宣传影片 向美国以及其盟邦校正 其中标示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 也赫然出现在 IS的最新宣传影片当中 而且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民国国旗的位置 就放在美国国旗的旁边 那么一直渴望获得国际成任的台湾 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 反而担心 是否可能会遭到伊斯兰国 报复性的恐怖攻击 而北京方面也没有像过去一样 制式化的 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出现 表示抗议 而是由国台办出面 呼吁阳岸 继续努力 牺手打击 恐怖主义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严谨发言教授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段 IS影片当中 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台湾的各界是如何反应的呢 李教授 台湾各界的反应 就像您刚刚所讲的那样 是 其实是比较是恐惧的 当然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长期被国际社会给孤立 那现在有这种比较不好的东西 反而我们被呈现出来 所以大家也除了惊慌 另外也会有点不平 不平就是说我们重要的国际参与都没有 但是碰到这种比较伤害性的 我们确实有 但是我想 所谓的这个冤有头再有主 我想IS他们最主要还是会针对西方 西方社会或者打压他们这些社会 和国家 台湾并不是 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会以台湾来 以台湾来下手的对象 当然就是说安全会有些死角 你越不可能的地方 它越有可能逆场一些可能性 那台湾也算整个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海空 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配合国际的这个反恐的这个作为 否则到时候只要有一个死角出现 那整个恐怖攻击的这个问题就会蔓延很严重 所以我想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责任 只是说我们可能尽可能不要去高调的去讨论这东西 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对于像穆斯林教的朋友 在台湾的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不要有一些歧视的一些问题产生 但是我相信不会的 因为我们台湾对宗教的这个自由尊敬的这个程度还是够的 好的 感谢严金发教授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日前在出席吉隆坡东盟系列峰会的时候 表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那么其中有许多是美国反恐行动的密切伙伴 当中就点名了台湾 下面我们先来听听奥巴马他的语言话是怎么说的 好的 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谈话 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童沈先生 您分析为什么奥巴马这一次要特别在这个提到全球反恐联盟的时候 谈到台湾 因为有人说这个因为他谈了台湾之后 马上这个IS的影片当中就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是有关联的 您怎么看 是的 这个反恐它是没有灰色空间的 那至于刚刚我同意研究的时候 为什么国际场合没有台湾的份 但是碰到反恐呢 奥巴马就把你加进去 我想这是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了 在国际场合它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台湾在国际上呢 它的地位是不够的 但是反恐它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 它可以以地区 所以说台湾那奥巴马提到 所以他提台湾他没有提国民 他提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的感觉上是说台湾担心是应该的 那你担心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 你就加强自己的警惕 我这次从台湾反美 我就觉得台湾的机场比美国来讲相对的比较松懈 不必把皮带拿掉 也不必脱鞋等等 那也许你神经绷紧一点 然后每个老百姓呢 台湾的人民自己警觉一下 看到可疑的背包啦 或者可疑人物啦 不妨打个这个电话或者报警 这样子的话呢 说不定因为如此而避免了一场浩劫 也很难说 因为现在恐怖组织 它并不是一定攻击特定的这个国家或者机关 而且它可能专门找这种软机软乐 就是shopping mall 或者学校啊 这种地方 因为那个警备比较不那么森严嘛 相反的我们美国之音 我看他们大概是不会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每个人都应该警惕 他把你include进去 把你纳进去 你当然有点不高兴 但是呢 神经绷紧一点 说不定呢 也没事 而且这个几率实在太小了 就你要是遭到恐怖 尤其在台湾 你要遭到恐怖攻击的那个几率 大概就是跟一架飞机 不小心掉你头上的几率 我想是差不多的 不必担心 不过也有人认为说 台湾在反恐行动当中 可能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 是 我刚刚讲了 没有灰色空间 不是反恐 就是不反恐 你没有说我中立 感谢沈童先生的分析 继续请教 这个严建华教授 是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 大家都这个 有很多的关注 因为过去在国际场合 当中 国际场域如果出现了 中华民国的国旗 青年白日满地猴 那么北京的反应 肯定是非常这个 很激烈的呀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好像并没有出来高调的 这个反对或抗议 那反而是国裁办 我们看到出来了 表示说 呼吁两岸之间 加强反恐的合作 你怎么看北京方面 这次对于IS影片 出现国旗的反应呢 丁教授 是我想他外交部 没有出来是对的 要符合他一向的想法 就是说 两岸不是国际议题 是属于两岸之间的议题 所以由国台办出来 是表示他的这个立场 那如果说对于国旗 有过多的这个讨论批判 反而会引来更多的问题 尤其这一次我看 欧巴马在谈论的时候 就刻意漏掉中国 我想中国也会有所解体 就是说中美的关系 最近实在是一直往谷底之跌 所以我想他也不想再惹个麻烦 那至于两岸部分 两岸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 共同打击犯罪 跟司法互助协定 而且行之多年 那彼此双方的警察之间的关系 也很密切 那我想因为我们做对这个反恐 其实不只是IS 只要有任何暴力的 可能犯罪的这些 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因为这个生命安全 这个东西是普遍性的 我们没有什么对象 只要这个组织 或者这个个人 对于我们民众的安全 或城阁安全有影响 我们都要非常注意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全面的 也不完全只是为IS而设的 好的 感谢严教授 那么继续请教沈先生 你怎么看台湾参与 如果真的参与这个国际反恐的话 它的机会跟调在哪边 我们看到台湾其实反应不一致 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台湾不应该加入 这个反恐的行列 因为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能力了 起码做一些人道的援助 或者做一些呼吁 或者是说 产民IS残暴 我想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的 并不是说你可以置身事外 因为就像我讲的 也许有一架飞机 它从台湾飞到纽约 它被劫持了 这个也可能 就牵涉到美台之间的 这个都要受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信念 你如果认为说 你可以置身事外 我觉得那个也稍微太冷淡了 冷漠了一点 台湾人一向很敦厚了 很仁厚的 我想认为不应该的 应该是少数 如果大部分人都说 我们要积极一点 起码提供一些人道的援助 让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在国际上 有一些能见度 因为 而且你所费不多 而且反恐现在几乎是全世界 所有文明国家 一致的行动 你置身事外 你是不是不文明了呢 会不会遭受这种批评 不要因小事大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的 感谢沈先生 也继续把时间交易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 就是有外国媒体报道说 我们这一次 就台湾这一次 是得到了一个 不希望得到的国际关注 这样 不过 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 台湾内部出 当然也比较惶恐一点 有人说 这个台湾连续发生了几次 这种捷运的杀人事件 就是自己人做的 都没有办法防治了一个人受伤害 或怎么样的 那如果说真的像 发生了像巴黎这样子的 分点式的 连环式的 这种大攻击的话 有人会质疑 这个政府 或者是民众的反应能力 那当然这是很随机性的 也没有办法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台湾其实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一方面就宣示 我们加入这个反恐阵营的决心 也可以更像这个外界 透露出我们希望能够加入国际社会的一种决心 是不是这种 很多人在台湾 刚刚这种事情刚出来的时候 都抱着一个蛮负面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成正面的力量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 不要去谈反恐 但谈安全 是 因为安全是 本来就是一个政府 对它 民众或者这些 由外国来的旅客的一种承诺跟保证 所以强调安全 但不一定要去谈反恐的事情 因为这东西很容易去刺激穆斯林 或者IS这些的组织 那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台湾一般来讲 我们对安全的概念太不认真 其实刚刚沈先生所讲 我们同意 就是说我们的海关真的是松了一点 跟国外我们出去出国所感受到的那种的安全 我们是太松了 那这个不好 这在整个全球的安全体系里面 这会是漏洞 那将来别的国家对我们的感觉也会不好 同时我觉得我们平常就要那种安全观念 现在毕竟这是个新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目前其实世界各地 大家都会碰到这种的压力 这个不一定是恐怖组织 很可能是个个人 也许是神经错乱 它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伤害 像捷运啊地铁这些 或者高铁这些 都是很可能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警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强调这安全意识 跟安全上的这个这个演练或者配置 就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尽量不必再去提高调去提 所谓的加入全球反恐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我们 曝露一个没必要的麻烦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沈童先生 就是关于在中国大陆的态度方面 这次也有很多人觉得耐人寻味 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呢 在之前这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质之后呢 这个日本非常的愤怒 那么同时也高调宣布 他们要跟这个美国联合在一起 不管他们是被美国拉近 还会他们自愿 那么后来呢 最近我们发现到这个 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国处决了一名 这个中国人质 但是中国政府除了这个口头谴责之外 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这个行动 加上这一次您刚也提到这个 欧巴马在这个点名的反恐盟友当中 并没有提到中国 也有人觉得说中国 他这个不愿意这个加入 这个反恐行列当中 一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惹火上升 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 未来如果他们秉持他们不干涉 这个国外这个政治的原则 如果未来台海有事的时候 他们也不希望外国势力这个干预 您觉得是这样子的 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恐怖主义的这个 因应来讲是有这些 反恐之外的考量吗 您讲的没错 我想应该是有的 但这不是所有的理由 这个之所以反恐 有的国家比较积极 有的国家不积极 它是有它在政治上的考量 政治上的角力 就像美俄之间是为了阿萨德政权 一个支持阿萨德 一个想阿萨德下台 那至于说这个反恐呢 我觉得这些列强除了中国之外 每个列强都失职 我举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我看一则新闻 就是美国在一天之内 炸了这个ISIS的运游车 270多辆 那苏联声称他们炸掉了1000辆 我请问你 那个运游车相当于一个房子 这么大 你早干什么了 你为什么在巴黎 遭受恐怖攻击之后 你采取这个行动 如果说你们这些列强 军力旺盛的 有这种轰炸能力的 你们在IS早期运游 每天 它不是听说每天赚 好几百万美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早就给它炸了的话 它就不可能壮大成 今天这个样子 那巴黎那些亡魂也是冤死的 这是我的看法 那这些当然牵涉到政治 国际政治的角力 就是说我希望你先做 然后他先攻击你 然后我看笑话 因为毕竟虽然说冷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美俄之间 美中之间 日本之间 他们还是有这些所谓的幸灾乐祸 或者说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但是反恐我们要记得 是全世界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讲那个运游车 今天的这个卫星的科技 你连它的license plate 就直照都看得清清楚楚 驾驶人的皱纹都看得到 你难道不该早炸它吗 所以我这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说了解说为什么 那我希望呢 今后大国 现在要醒来了 充分地合作 联合反共 中国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尤其它已经处决了你一个人质 你也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理由 再也没有了 要赶紧地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这个伊斯兰国赶快地消灭掉 因为他们是残暴的 不人道的 不和我们人性的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恭宁 好的 那么 海夏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于 这个反恐活动的一些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我们手机接近张化姚先生 您的电话 张化姚先生您好 我过得没有任务 因为两天之间 对反恐的认知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美国总统 他不会指教中国 因为像中国 像新疆 香港 香港 港族 台族 全部都没有反恐的理由 所以基本上 他应该称不上 反恐的意义 所以美国总统不会指教 可是提到台湾 我们应该没有那么伟大 当然我们比较习惯的 跟着脱效者 真的感觉真的很差 我的身份就这样 感谢张化的姚先生 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中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是不同的国 中共和国的罗元 什么戴旭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等人认为 他再次是彭党 是红色武装 是革命的根据地 是应该同情或理解的 我看中华民国不会 也不敢持这个观点 这里的关键是 普世价值 对普世价值怎么看 中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 普世价值 是相同的吗 请问嘉宾 谢谢再见 好的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来电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我简单地说三点 第一点 全球 好了 姚先生的电话好像断掉了 如果你听到的话 再给我们重新播回来 那我先作合刚才 两位 一位是台湾的 一位是中国大陆的听众 两岸的听众 都提到这个新疆反恐 还有这个中国内部 可能对这个恐怖分子 似乎也有一些同情的声音 您怎么看 任何组织都有同情的声音 像今天ISIS 我刚刚严教授提到会伤到穆斯林 我觉得ISIS要晓得是穆斯林极小的一部分 非常极端 非常激进 而且他们泯灭人性 所以说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 这么残暴一个团体 还有同情者 还有人支持的 更何况说僵独 藏独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任何一个团体 它都有一个诉求 这种诉求总会被一部分人认同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至于两岸之间 要说反恐的合作 那还早 因为就像以前保调 国台办 海协会 有都希望台湾能够一起保调 但是台湾这方面是采余冷处理 根本就不回应你 我想这一次 如果国台办再提出来 我们联合反恐 我觉得台湾的反应也是非常冷淡的 因为现在尤其在选举期间 这种议题 跟中国合作这种议题 这么敏感 一般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时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好的 感谢沈先生 继续请教严教授 刚才两位听众提到北京的态度 那么北京其实是从巴黎恐攻之后 一直都说西方国家 对于恐怖主义反恐 是有一个双重标准的 因为也牵涉到北京 它内部有一些僵独的问题 和过去一些暴恐的事件 你怎么看北京的反应 可能跟考虑到它内部的一些因素 也有关联呢 林教授 是 对 我想他会提 这个所谓的双重标准 就表示 他在某些议题上 可能不一定会跟美国合作 那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在 反恐的过程里面 其实北京也常常利用 这个所谓国际反恐 然后打压它内部的这些 包括讲读也好或藏读也好 所以这也其实引起很多人权团体 或者一些政治人物 对他们的这个批评 就是说有点是借着这个反恐 来打压内部的议题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两岸要做在反恐议题上 合作还蛮困难的 比如说今天假如有一个 这个跟西藏或新疆有关的人士 要来台湾 那这个如果被他定义成 这个所谓的僵独或恐怖主义 那我们又如何来定义 所以这里面就会出很多的困难 更何况我看北京大概也不希望 把台湾拉到国际的这个层次来交流 所以我看这一条路应该不大容易走 导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踏踏实实的 把两岸的这种有关打击 共同打击犯罪或者司法互助 这个能做得好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顺着这个严教授刚刚谈到 就继续请教沈先生 事实上也是从这一次 我们看到IS影片当中 有了这个中华民国国企 要被国台办的反应之后 我们才很多人开始注意到 事实上两岸之间 进行所谓的共同打击犯罪的活动 包括反恐这样的一个合作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日了 即便说这个国台办说 借起机会呢 可以再把它再升级 更具体的列入加强反恐的项目 那么想要谈的是 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说 其实应该是加强目前 打击犯罪的这个层次 那反恐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毕竟两边对于这个 一些标准可能还不太一致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 我想严教授跟您的解释都没有错 这个打击犯罪是因为两岸 它有条例在 但是反恐是比较国际性的 那国台办它单独点名 台湾说我们联合反恐 它的意思还是把你区域化了 那区域化呢 那当然台湾 台湾说如果说你把我提升到国际地位 那我们就参与吧 如果区域化呢那就省了 因为反恐是一直都在做 但是就像严教授讲的 台湾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几乎不提这两个字 就是为了担心 因为台湾太狭小了 地狭人仇 如果有任何恐怖攻击的话 我想它受到的伤害 比其他像加拿大这种 地广人系的地方要更大 所以这种担心是难免的 那我觉得台湾持这种态度 以及国台办 他们邀请都是正常的 只是说他们也大概料到 你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但是提我们还是要提的 表示说两岸一家亲 这柯文哲说的 两岸一家亲 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合作 所以这就是双方的态度了 我觉得很正常 那反应呢也是在意料之中 好的 感谢陈先生 我们刚刚台中尧先生 给我们打回来了 台中尧先生请讲 我简单的倒是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全球啊 攻击链之中 环恐啊也是会全球化 自己啊不能自免以外啊 第二个中华文化在台湾深耕啊 他讲的是王道啊 然后台湾实行自有民主 然后繁荣的一个世界的攻击链 他很重要的地位 然后加强对啊 应该对穆斯林的研究 和可兰军啊 以及啊那个 就是回到世界的一种啊 这个研究发展 第三个是 奇异王道啊 我们没有必要啊 要专门提这个 环恐两个字 我们应该以啊 这个后勤支援 就是双方作战的时候啊 受伤的人我们可以去救助 然后做主要的一个主题 然后减少对这个环恐的 这种刺激 谢谢 感谢台中尧先生 北京的苏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7月3年 第一次 ISIS太邪恶了 超级邪恶 有能力的国家 一起出兵 镇压它 如果他们被镇压之后 5年 如果不出兵 镇压的国家 它如何能够证明 它是国家的软实力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是否 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作为 联合国 五大 成 理事国 谢谢 好的 北京苏先生提到这个 参与这个反恐 提高人道援助 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现 稍后请两位来宾 综合回应 再接两位 台北的谢先生 您好 请讲 喂 喂 请说 谢谢 我想请问 那个反恐会有哪些困难 哪些原因会造成 反恐活动的温床 如果台湾法院判死刑 的话要三审定验 那如果要处决IS的话 国际间就是要协调 布料一致 那更为谨慎的 那个军事行动 事前有那个协议 然后爱是不能容忍的 有哪些行为 谢谢 好的 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来电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李先生请讲 我觉得绿营的李先生 应该感谢这个伊斯兰国 因为他承认了台湾的 台湾的国企 这个所谓的 那个中华民国 这个标志和国企 好的 李先生的电话到这边 结束 那我们再接两位台湾的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两岸合作反恐 非常好 但是两岸合作 维护南海的主权 更好 如果能够合作 南海的主权 那么台湾 就可以得到很多保护 因为苏黎的南海的主权 台湾是很危险的 不敢说 那是说台湾要独立的 根本就不要想 人自己要合下去 就很困难 感谢台北黄先生 关注南中国的海的议题 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海峡论坛 那么新北市的黄先生 下一位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来宾好 你好 勇敢的台湾人 什么都不怕 所以美国总统欧巴马 点名台湾成为反恐的战略伙伴 那IS也很抬举台湾 把中华民国国旗 摆在美国的国旗旁边 就是等于是指定台湾 变成恐攻的重点了 所以跨年晚会的时候 大家神经要大调一点 好的 小心啊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来电 那我请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的沈先生 反恐呢 就像很多打电话来的听众 他们的感觉上是一样 就是全世界所有地区 跟国家的责任 那至于要不要担心被恐攻 我觉得神经绷紧一点 但是不要说日子过不下去了 起人忧天 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逃不掉 就说你出车祸的这个几率 出车祸上升的几率 要比你恐怖攻击而上升的几率 要大得多得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 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是大家呢 要多谨慎 多警惕自己 看到可疑的背包人物 赶快报警 这个就是 其实呢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 在国内的恐怖分子 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 说不定你阻止了 是国内的恐怖攻击 也很难讲 好的严教授 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是 这个一个优质的社会 不只是说生活条件 物质条件好 最重要是安全感 所以我想安全 本来就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那我倒不觉得说 我们的国旗被放在这个世界 这个媒体上就多光荣 我觉得这不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应该美国也看到 台湾的重要价值 因为台湾是在东北亚 跟东内亚之间的 一个联系点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也不必 去过度夸大说 我们可能会怎么样 或我们的角色 但就是说我们就是 老老实实的做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讲的 安全是一个社会品质 最高的一个保证 所以我想这个是政府的 一个很重要责任 当然民众应该 有时候警惕来配合 好的 感谢严教授 那么有关于两岸 合作反恐的讨论 那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 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 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解放军是否真的 如传言所说 打算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